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进入到立位纪第九周 我们今天会念到立位纪的第十章四到七节 我们会提到一些已经讨论过很多次的问题 上帝公不公平 为什么会有苦难 为什么好人不长命 坏人可以活千年 什么是挽回纪 恩典 什么是恩典 什么是救赎 什么是隐形正义 我们会再跟大家复习一下 好我们现在还是停留在立位纪的第二个大部分 就是这个priest的部分 我们就快要把它finish了 再一次我们就可以把它结束掉 就可以进入到下一个purity的里面去了 那在第十章一到三节的时候 我们知道呢 亚伦的两个儿子Nadab和Abihu呢 他们在耶和华的面前现了反火 所以呢就火就从这个耶和华的面前出来 就把这两个孩子呢给烧死了 烧死之后呢 那摩西会对亚伦说 因为神要在亲近神的人的中间要显为圣 而且要得荣耀 所以呢亚伦呢就默默不言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默默不言 这个地方开始结起 所以默默不言就是Aaron held his peace 什么话都不说 你想想看 亚伦才刚刚看到他的两个宝贝儿子 莫名其妙的就被神给烧死了 stripped down before the Lord 所以那当然 如果一个做正常的人的话 都会想要去问一下 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么悲惨的下场 那个下场 然后呢有的时候也会很悲伤 会lament 可是呢我们会看到呢 神不让他会去这个悲伤 也跟他讲说 你必须要让我贤为圣 如果是一般的路人 在church里面的话 你家里出了什么事情 你就会听到很多这种声音 他们就会来安慰你 啊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是神是非常holy的 你跟那个神的这种 holiness比起来的时候 你这时候那个 亚伦我跟你讲 你这时候虽然是 你可以有 可以去grieve 可以去伤心 可是因为要显得神 上帝为圣 所以你最好就不要伤心 然后呢也会有人 这个路人 路人也会过来说 亚伦我跟你讲 你可以看到嘛 明明就是你 你儿子的错嘛 所以这个神生气了嘛 所以你要看到 这个perspective的问题啊 所以那个 你若从神的角度去看 他就是不对的 我觉得这都是路人讲的话 有时候这个你知道 这个死的儿子 不是你家的啊 讲起来的话 就是不一样就对了啊 那我自己是在认为 是觉得在看 第一次在念这段的时候 我觉得 我觉得亚伦真的是被 好像被网路霸凌一样 什么样的路人 假路人以来 过来都可以说我两次 你有多好了 死的不是你家的 所以你才会 才会这样子 那我儿子死了 我难道要认了吗 难道我要认命了吗 所以我刚刚开始 在念这段的时候 我也是有一个 很大的感想就是 会问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上帝到底公不公平 Is God fair 为什么某些事情 就会发生在某些人的身上 那个长得漂亮的 家里有钱 嫁的又是好老公 或者娶的是好老婆 生的是好孩子 自己呢又身体健康 然后又会打球 然后又可以当官 又可以赚钱 那简直是什么好事情 都落在他家 一个不好的话呢 那个天逢那个屋顶 就是天逢的那种 打雷啦下雨啦 那结果那个屋顶还漏水 所以那个家里的恶事 好像一个一而再再而三的 这样接脸不停 所以你就会看到路人在旁边说 哎呀你们家是不是造孽了 所以你常常会有这种问题 就是为什么上帝会 allow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 为什么会好人不偿命 坏人活千年 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家财万贯 他随便出去一下 可以赚得满拨满盆的 可是有的人 那个三餐都会不记 所以他真的就是一个 我们叫做faith reckoning reckoning的question 就是有的时候 这种事情出来的时候 你真的会怀疑 啊有没有上帝啊 有没有神啊 这个神是好神还是坏神啊 这几乎是每一个believer 不管你相信神 你是believer 还是你是atheist 其实问的问题 都是大同小异的 OK那也有很多的人 因为问了这个问题以后 没有拿到什么解答 所以就慢慢 那个疑问就越来越深 他就会 就会 就会跑掉 那 it's truth 那我自己在走这一段的时候 我每次在想 我也都在想说 You know what God is just not fair 上帝就是一个 很不公平的上帝 你知道有这个想法的人 影响 就是我当时在念很多书的时候 对我影响很深的一个呢 就是 Charles Templeton 跟我很羞的人就知道 我对Charles Templeton 这个人非常的有兴趣 好 我们也跟大家提过 Charles Templeton呢 他跟那个 比利克兰 两个人是师兄弟的关系 Charles Templeton呢 其实是比比比利克兰还要再早几年出道的 这个牧师 所以当时比利克兰出来的时候呢 是Charles Templeton带她的 可是Charles Templeton呢 因为看到一个一张普利兹的讲 然后那个摄影讲 那个照片上面有一个非洲 在大饥荒 大旱灾 然后那个河床都干了 然后就一个非洲的女子 抱着她的孩子 就是奄奄一喜的小孩 然后就忘了天 然后什么话都没有讲 所以当时Charles Templeton看到这个话的时候 他非常的伤心 也非常的愤怒 就说 为什么神会这样子呢 他说只要下一场雨 就可以救了这个孩子的命 可以救了这个女子的命 为什么不下呢 所以他从那个时候呢 他就走出了基督教 然后他在 一千 那个 就主后一千九百九十六年的时候呢 他写了一本书 他这个Charles Templeton 是一个写了很多书的 后来是一个很多书的作家 他在一九九六年呢 就写了一本书 叫做Farewell to God 他说 跟上帝说再见 他这本书里面就列了 他为什么会不再相信上帝了 他这本书的那个subtitle 叫做 My reasons for rejecting the Christian faith OK 他里面就列了很多东西 然后我就发现到 Charles Templeton之所以 一直在 deny这个上帝 跟上帝要说再见 觉得上帝很不公平 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我跟大家讲过 是Charles Templeton 他不相信 这个Bible的权威性 这个宗主性 那versus Billy Grant 其实Billy Grant 因为他Charles Templeton 跟他的感情太好了 他们等于是兄弟一样 所以他们两个常常会 会这个Bible study 会讨论一些人生的哲理 那那个时候呢 Billy Grant呢 就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 他那时候在San Bernardino 在那个我们南家这个地方 他在带那个退休会的时候呢 他有一天晚上呢 他就走到那个院子去 然后在那边祷告 OK 然后祷告的时候 就有一块石头 他就把他的Bible呢 放在石头上 还跪下去 然后就跟着那个 就祷告 就跟神说 我 我知道这个 这本书 很多人都在讲说 是有错误 但是我在这里告诉你 我相信他的权威性 我相信他每一个字 每一个句子 每一个故事 都是真实的 如果不是真实的话呢 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念到的关系 所以他做了一个 很简短的祷告 我每次都在讲 这就是Billy Grant的祷告 祷告之后呢 他相信了这个 圣经的权威性以后呢 他的 以后他的 他的传教事业 就是如日正宗 这样子一直往上升 然后所以你看到 他每一次在传教的时候 他手上都会握着一本Bible 所以这个故事呢 当时影响到我很大 所以我在念Bible的时候 我就非常的小心 如果因为一个理念 一个世界观 一个很小小的世界观 可以让一个人 那个最后有一个 南辕北辙的一个结果 那一定要相信 圣经的这个宗主性 那Charles Templeton这个人呢 他是在1915年的时候生的 他在2001年的时候呢 6月7号的时候过世 他是86岁的时候死掉的 死掉的时候呢 他得的是老人痴呆症 Alzheimer's disease 然后在他过世的前一年呢 Lee Strobel写了一本书 Lee Strobel写这本书 叫做The Case of Faith 然后他为了写这本书呢 他当时就去访问了 这个Charles Templeton 所以你知道Charles Templeton 那个时候已经差不多是 84、85岁的时候了 所以他居然很奇怪 他居然会 会让这个Lee Strobel呢 去访问他 他那个当时Lee Strobel呢 就跑去加拿大 那个多伦多 他的一个公寓里面 他住在25层楼 很有钱哦 因为那个Charles Templeton 写了很多书嘛 那他在convers 他在这一段 在跟这个Charles Templeton 在在 就是在沟通的时候 他发现到Charles Templeton呢 他会 他会很强力的在那边 否认哦 他有 他 他会 抗拒这种 就是怎么讲 替自己说辞了 说我没有 我没有 我没有否认上帝啊 我没有 我没有说不相信 Bible 所以 但是呢 在跟他讲话的时候呢 那个Lee Strobel 也指出来 就是他的心变得 非常 好像身茧一样了 几乎就没有可以 有空隙 可以插得进去了 所以 你一言我一语就对了 然后其中有一篇呢 有一个部分 我当时读了以后很感动啊 他就在讲说 当时Lee Strobel呢 把他这个问题 就当然就回到了 耶稣基督的身上 然后就问他说 那你现在怎么 你在你现在这个生命里面 你怎么样来看 这个耶稣基督 然后就Templeton呢 当时就想了很久 然后他的声音会有一点低落 melancholy的声音 好像有一点深思的那种 reflective的tone 然后他是这样讲的 他说 Templeton就说 耶稣是我认识人 里面最伟大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非常的 在那种道德上面 是绝对是一个天才 然后他有那种ethical sense 他对于这个 这个 怎么讲的 ethical 就是那个事情的对错上面呢 他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看法 那他绝对是一个 生来就很聪明的人 他这个Templeton说 他是我在念书里面 认识的人的里面 最聪明的一位 但是也就是因为他自己 对神的 对耶稣对自己的这种 Commitment 这种一定要做成事情的这种决心呢 最后呢 就让耶稣基督呢 自己死掉了 那死掉之后呢 对整个世界上 也是一个损害 那Templeton其实这样回答 你觉得真的是很空泛就对了 所以当然Listroble 就会继续问他 说 好像听起来你蛮喜欢他的 好 You care about him 然后Templeton就说 Yeah 他说耶稣 他说耶稣曾经是我生命里面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他说 I adore him 我真的很喜欢他 他说 任何好的事情 Anything good Everything decent 然后 Everything pure 所有是好的 纯洁的 正直的 都是从耶稣 那个地方学来的 所以他最后的时候呢 他跟Listroble 讲了一句话是 I miss him 就是因为这句话呢 当那个Templeton 在一年之后死掉的时候 很多人都在怀疑说 Templeton最后 到底有没有回到 耶稣的身边 I don't know 但是我们知道呢 Listroble 他最后在结束 访问的时候呢 Templeton是哭的 他burst into tears 然后他最后就说 OK Enough of that 不要再谈了 所以这个是最后一次 Charles Templeton 他这个 对一般公众的 前面的最后的 一番谈话 他到底有没有 去了天堂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 Billy Grant 几年前也过世了 那你说Billy有没有 那个Pastor Grant 有没有去天堂呢 那答案应该都是肯定的 可是你说Templeton 有没有去天堂 Oh we don't know 因为我们就知道 在最后的时候 他的那个 那个点是不太对的 所以我当时 在念这一段书的时候 我就一直跟我自己 讲说我的观点就是 上帝不公平 God is just not fair 可是要非常的小心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走不对的话呢 如果一念之差 很可能就会步上 这个Templeton的后尘 所以在当时 除了在读到 Charles Templeton故事之外呢 我还读到另外一位 的故事 就是Jennifer Jennifer Rothschild Jennifer Rothschild 比较没有Templeton 那么有名 她是一个美国的 一位作家 她其实她是 是在佛罗里达生的 比我小了两岁 然后呢 她生下来的时候 其实都是很漂亮 很天生无邪 可是她差不多到 十五岁的时候 她的那个眼睛 就是她差不多在 十几岁的时候 她的眼睛就开始出问题 她是一种 遗传性的疾病 她的那个视网膜 叫Retinal 她的上面那个 会产生一些色素 然后呢 会发生那种病变 Distrophy 就萎缩掉了 那我们知道 这个眼睛很重要 这个是眼睛 你可以前面看到 眼珠的部分 其实后面 还有更重要的地方 那这个 Retina 就是在后面 视网膜 是在后面 所以你这个视网膜上面 如果长得斑斑点点了 或是萎缩的话呢 你东西又看不见了 那这个就发生在 Jennifer Rothschild的身上 就要她在 十五岁的时候呢 她就完全的 就真的变了一个瞎子 所以我当时 我跟大家讲过 我在刚刚开始 接触这些 这些 Bible的事情 然后要跟我自己的 身上的事情 发生的事情 我母亲也过世了 然后我老公也生病了 得了那个心脏病 然后我爸爸也回台湾了 然后等等这些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 God is just so unfair 所以我在那一段的时候呢 我在每天在祷告的时候 我会跪在地上在哭 然后会跟神讲说 You're just so unfair 然后就没有想到 就在这个时候 发现到Jennifer Rothschild的书 她的title是什么 她的title就是 God is just not fair 我说Oh my God 跟我讲的是一模一样的 那她的little title 叫做Finding Hope When Life Doesn't Make Sense OK 所以在这个书里呢 这个Jennifer Rothschild 就会跟我们讲很多 分享她从这个 眼睛瞎了以后 反而跟神 更亲近的一些事情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 God is not fair But in behind 她的这种事情 其实真的就是一个 Blessing 是一个化了妆的 一个祝福 所以我们来看看 这个事情 有几个是真的 这是我读书心得 当时写下来的 第一个就是 God is not fair That's truth OK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方 我们也讨论很久了 因为这个 讲一个人说 公不公平 这个fairness 是非常的subjective subjective一般是翻中文 是翻主观 那我自己翻是我观 什么意思呢 那个fair不fair呢 完全是以我自己做中心 所以我如果生下来 就长得那个美如天仙 然后嫁了个好老公 然后生了好孩子 然后自己有一个 很好的事业 那个钱赚的 满坡满盆的 然后我的那个 这个 这个 老了也没有疾病 像这样子的话 God is so fair to me 有一点点不好的事情了 Oh God is so unfair 所以就是说 在我的心目的里面 我是这个宇宙的中心 什么事情 好的事情 发生在我身上 那个就是fair 可是今天 我知道我不是宇宙的中心 神才是那个宇宙的中心 对不对 所以呢 他的 如果他真的是fair的话 会怎么样呢 第一个我们知道 在罗马书3章23节的地方 讲得很清楚 世人犯了罪 我们每个人都 falling short of God's glory 我们每个人都亏劝了神的荣耀 那如果亏劝了神的荣耀 那犯了罪怎么办呢 罗马书6章23节 告诉我们 罪的公价就是死 所以今天如果上帝 真的是很公平的话 那应该怎么样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到地狱去 为什么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犯了罪 我们每个人都亏劝了神的荣耀 OK 所以第一个 事实是 God is not fair 为什么他不fair呢 因为他不是以我们来做世界的中心 他是以他来做世界的中心 那他不fair 那你怎么解释呢 他说 其实God不是 我们不要再跟他 跟讲说 God有没有公平 我们要讲的是 God有没有just OK 所以这个在 Bible里面 你真的去找原文的时候 他其实没有这个字叫fair的 你这个fair 公不公平这个字 通常都是在 在中文的 中文的那个 版本里面会出来 有的时候会在一些比较新版的版本 比方说像message MLT 这种比较paraphrasing的版本 你有偶尔会看到一个fair出来 但是呢 你去找这个 西伯来圣经 或是是King James的圣经的话呢 你找不到有这个fair这个字 fair这个字 在西伯来有几个 有几个字可以解释它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这个mishpat 比方说在十篇八十九篇十四节的后半 他说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 这个公平是中文翻出来的 你去看他所有英文的版本 像NIV的版本 这个公平翻的是justice OK 如果说是King James的版本 翻的是judgment OK 然后甚至于message版本 翻的都是justice 所以都没有翻成fair不fair 所以God不是在跟我们讲说他fair不fair God is just 什么叫做God is just的呢 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彼得说的 彼得说神他是不偏待人的 什么叫不偏待人 就是他对没有任何一个人 会表现出来他有favoritism 然后我觉得这个林青霞长得比较漂亮 我就特别喜欢林青霞 没有这个事情 在神的眼里 今天不管是林青霞很漂亮 还是这个汪瑜这个老老的笨笨的丑丑的 一样在神的里面 我们在神的面前 都是一样的都是神的大宝贝就对了 所以当我们在讲神公不公平的时候 其实是不对的 我们要讲说神是不是just 那他其实在just的后面 他是真的是很公平 他是很明显的很公平 eminently fair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偏待任何一个人 他虽然这个宇宙是以神做中心 可是他对周围的人 没有一个人他会去show 那个favoritism 他永远的都是对待的 每一个人都相同的 所以那个Pastor John Coulerson 就是说 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 你若把好的东西放在秤的这一边 跟不好的东西放在秤的那一边 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生活的经验 经过的这些事情 去那个秤上量一量的 好的不好的去比一比 最后会发现到 每一个人的好的跟不好的 会是相同的 出来的答案会是一模一样的 God is not 他不会show any favoritism God他不会去偏待人 他是very just 所以我们知道 God is not fair because God is just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 God has a sovereignty OK 那God has sovereignty 这个地方很重要 就是你如果这样放眼望去的话 你会发现到 其实神不是对所有的人 相同的办法去处理 他不是equally 或是exactly the same way 其实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 第三十 二十九到三十节的地方 讲得很清楚 他这边讲说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 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是他儿子在许多弟子 弟兄中做长子 预先所定下的人 又招他们来 所招来的人 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 又叫他们得荣耀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当我们刚刚在讲说 神是没有这种 favoritism 他对每一个人都一样 可是呢 他在这样一群人的理念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救的 他会挑的 很奇妙的 那他挑的最后的这些人 就会得到荣耀 那他怎么样可以得荣耀呢 他要先要justify 要称他们为义 要因性称义 这一批人是神招来的 是call来的 elect来的 那这些被call来的人 是predestined的 是预先定下的 为什么预先定下呢 因为神预先知道 for knowing 所以我们这是从后面往前推 所以你从前面往后看你就知道 他早就知道有这么一批人 他以后呢会变成基督徒 会跟着这个耶稣走 所以这一批人是神早就知道 所以for knowing 那既然是for knowing的话呢 所以神就把这一批人先定下来了 就predestined了 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 就已经predestined了 predestined之后呢 生下来之后呢 就开始call 就开始elect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基督徒的话 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一定会听到神一直在叫你 突然有一天你回头了 就这么一个动作 回头的这个动作 repaint的这个动作 你被神招了 招来之后呢 你就会开始成圣 你就会开始学这些圣经的东西 怎么样祷告等等这个东西 但一下子称圣的时候 称义的时候呢 是因为信 因为相信了这个耶稣基督的关系 所以justify 叫做硬性称义 然后之后呢 才会去慢慢的去discipleship 去读经 去祷告 然后最后呢 就会成圣 然后最后呢 就会得到荣耀 OK那你就说 哎呀这不是又不公平了吗 为什么某些人就可以 就可以被神predestined 被call 被justify 某些人就不行了 这个就是他的宗主心 什么叫做宗主心呢 这我讲过 这个用玫瑰花色 大游行来解释 是最清楚的哈 每一年呢 1月1号的时候呢 我们会有一个 玫瑰花色大游行 然后大游行呢 当天早上呢 他会从这个green street 和orange grove 在那个pasadena的 这个地方 他会准备好出口 这边其实是有一个公园 就这个lower arroia park 他们会在这边 都排好队 都准备好 然后时间一到的话呢 他们在这边 会有一个formation area 然后他们就会 进入到这个点 然后就开始 8点钟准时开始 他的parade开始 然后他会走过 这一段的colorado 科罗拉多大道 colorado boulevard 然后差不多到了 Sierra Madre 这个地方 他就会转进去 然后最后 他这边有一个仓库 他会停留在这个地方 然后你如果是 错过了这个 玫瑰花色大游行 你可以到这个仓库 的这个地方 去观赏一些 这些 这些坐滑的地方 那他中间呢 也会有很多 这个放这个位置啊 可以让你这个 大理官坐的 坐的地方 你可以买票啊 去去观理 然后看这些很漂亮的这个滑车游行 所以呢 如果今天啊 比方说这个 这个滑航的滑车 今年会参展 然后呢 这个 这个叫什么 Evergreen 长茸呢 也会来参展 你坐在这边 突然一下呢 有一个朋友 爬爬爬爬 爬过来 跟你讲说 哎呀 那个长茸的花车来了没有啊 我今天 我今天迟到了啊 我那个晚到了 就你看 我好像 miss掉了 你说看看 比方说 哎呀 你知道吗 他都已经开始 他早就过来了 干到这个时辰 9点07的时候 他早就过了耶 你现在这么晚来 我跟你讲 你可能看不到了 你这样子好了 你往前 然后你左转 然后你去追他 因为他会在 最后在这个 这个Sierra Marjorie Boulevard 他的镜头 他会挺在那个地方 他说好 谢谢你好 然后就碰碰碰就跑掉 他就跑到转一个弯 他就可以去看到 这个滑航的花车 那过了一会 你另外一个朋友 跑过来说 哎 王宇王宇 我跟你讲 我很想看 这个长茸的花车 可是我要去赶飞机啊 我没有办法 你帮我看看 那个车子来了没有 你就看一下 那个时辰表 说哎呀没有耶 他好像还要半个小时 才会转弯过来 他说那怎么办 我没时间了耶 他说 我就跟他讲 你这样子嘛 你往回走 往回走转一个圈 你到那个Green Street的 那个地方 他应该还在 那个Formation Area 那个地方排队 你过去看 你应该就可以看到了 看到你就赶快 赶快跳上车子 然后去那个机场赶飞机 他说哦好好好 他就走了 所以也就是说 当我们在看 这个玫瑰花车大游行 我们坐在这个 这个理官的这个位置 在看 然后你只能看到 你的车子过去 你只能看到 你目前的这个情形 你如果错过的话 是过去的 是未来的 你都好像要 那个不同的人 你要跑跑跑跑 才能转一个弯 才能看到 跑跑跑跑 转一个弯 才能看到 这样子 可是在人生的里面 是不行的 所以你只能够看到 你眼前的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是因为 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我们只能看到这么多 所以我们不知道 到底是谁 会先被 然后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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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神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神有宗主性 他的宗主性像什么呢 就好像玫瑰花车 大游行 在走这个 Colorado Boulevard的时候 我们坐在这个地方 只能看到 前面的这一段 可是神在哪里呢 神在天空上 这个小飞船的里面 所以他从小飞船 望下去 一目了人 他说 哦 这个人呢 他一定可以进天堂 因为你看他这么虔诚 所以呢 我今天就要选他 在他没有出生的时候 我就要 我就要 然后呢 我 然后呢 然后等到他生了 我就召唤他 然后召唤他以后呢 他以后就可以被justify 就可以被glorify 可是你看 这边这个人就跑歪了 好 这个人呢 这个车子都跑歪了 这个人我就知道 你再怎么去叫他 再怎么给他机会 他不听 他就是不听 那你怎么样 那我就不靠他了 为了要尊重这个人 你知道有的时候 一个人不相信耶稣 你老去跟他讲耶稣好 耶稣妙 耶稣呱呱叫 你把他烦死就对了 那你不如呢 就让他放牛吃草 所以呢 神就是这样子 放牛吃草了 为什么 因为他有宗主性 这是为什么 某一些人 神会知道某一些人 他一定以后会follow他 所以他会fornow 然后fornow以后 他会predestine 然后predestine以后 他会call 他会招他们 招来以后 称他们为圣 然后呢 会得荣耀 这是因为 神有宗主性的 但是神在下请帖的时候 是一律发下去的 你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那个撒旦天天 天天一天到晚 在那边accuses我们 Satan这个名字 本来就是accuser的意思 耶你看 我跟你讲 王云他昨天又开车 他又在那边东抄西抄 你老以为那个CHP抓不到他 你看你看看这个家伙 不是人的 每天在那边accuses我们 我们自己做错的事情 会condemn我们 哎呀那个 我又提了一只小狗了 我看到那个路上 那个狗 我看到就讨厌 劈了啪啪啪 就一脚就踹过去了 回家以后就觉得 良心不安啊 这个是 我真的那个闯了这个红灯了 然后呢 这个警察帮我拦下来了 开一张五百块的罚单给我 你看多倒霉 可是也没办法 所以我们做的错事这么多 不管是撒旦在accuses我们 还是我们自己的信 我们的良心在 在那边骂我们 还是这个执法的单位 要抓我们 都没有办法逃过 最后的那个审判 真的就是一直遇到耶稣 耶稣让我们能够称义 让我们能够被 justification 因性而变好人了 什么是justification的动词 是justify 你把break up的以后呢 就是just if I have never sinned 就是你一旦相信耶稣以后呢 你以前犯的那些狗皮刀造的事情呢 通通转到耶稣身上去了 然后你就变成一个大好人 一个义人 所以justification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因性称义这个呢 它有六个很重要的character 第一个 justification is apart from the law 你如果什么东西都来做 用律法来做的话呢 那我们是绝对不可能是称义的 所以呢 神的义呢 一定是在律法之外的 那这个律法之外 就是耶稣基督 那律法 你说如果在律法之外 那要律法干什么呢 加拉太书告诉我们很清楚 因为律法是我们的师父 是我们的school master 他告诉我们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然后才发现到说 哎呀 这个对的地方 我是一辈子都做不到了 那怎么办呢 没有关系 有基督 我们只要到耶稣基督那边去以后 跟他交换一下 propitia以后 他把我的罪拿去了 我把他的好拿过来 我今天相信他之后 我就可以变好人 因性称义 这个我常常在讲说是用水瓶子 你以为你做得到的时候呢 你就每次都会想那个水瓶子 你今天有一个水瓶子放在地上 这个是当初那个Rick Warren 第一次教我的时候 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非常的震撼 他就说 OK 这个是最好 这个是最坏 那你说 比方说 这个布丁现在这个 搞这个战争 他一定是在这个 这个water bottle的最下面 那你说 这个Mother Teresa 哇 他一定是在这个water bottle最上面 所以 Pastor Rick呢 所以问我们说 那你觉得你呢 你在这个water bottle哪边 你是跟布丁一样在底呢 还是你跟Mother Teresa一样在上面 那我们大家都很谦虚 每个人说 哦 我应该在中间或中间下面一点 对不对 可是呢 Pastor Rick怎么讲呢 他把这个water bottle拿起来 放在地上去 然后手往天上置 他说你知道吗 什么叫做goodness 什么叫做好 什么叫做律法 那个标准是在天上的 也就是说 你今天我们今天人做的再好 也不过就是这个水罐子的 这个头而已 放在地上去以后 你往天上看 你看 你看差了十万八千里 所以你今天要来讲 能不能够称义 你不能够以律法来做 因为律法最多 就做到水罐子这么高而已了 所以你必须是在律法以外 所以必须要因性称义 一定要因为耶稣的关系 我们才能够称义 所以第一个他的 很重要的一个character 就是justification is apart from the law 然后第二个呢 justification is by grace exclusively 它是绝对是神的恩典 神给的 像是一个礼物一样 OK 你今天给了这个礼物 你接了 你就可以因性称义了 所以罗马书三章十二十四节很重要 他说我们要怎么样可以白白的称义呢 就是因为有神的恩典 然后呢 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 可以白白的称义 这个地方有三个很大的字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们来复习一下就好了 所以一个是恩典 一个是救赎 一个是称义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 什么叫做神的恩典 什么叫grace呢 sellback是这样教我们的 有两个方式去记 grace呢 就是undeserved 你完全不值得的 unmerited 也没有办法继承的 unearned 你没有办法去赚的 所以是undeserved unmerited unearned favored 这个叫做grace 是一个礼物 送给你的 你不需要去买 你不需要去承受 或者是呢 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记 就是grace 就是God's riches at Christ's expense 也可以 就是神的所有的好东西 都可以送给我们 那但是是耶稣替我们付出代价 这个就是grace的一个定义 所以也就是说 在神的恩典里面 我们不需要什么 学如逆水行舟 尽责退 也不是那种铁杵 要磨成绣花针 我们也不是像愚公以山 要拼命的做 拼命的守律法 没有用的 我们必须要接受 这个神的礼物 神的这个恩典 神的这个grace 什么是救赎 什么是redemption redemption这个字 最早的时候 在希腊文的时候呢 我们要知道 它有一个地方 叫做agora agora这个地方呢 就是redemption 发生的地方 这什么意思呢 因为在agora这个地方 像一个市集一样 所以呢 他们来这边 来买卖这个 买卖这个slave 这个奴隶 买卖slave的时候呢 有三个希腊字 在agora里面 所从事的这个行为 叫做agorazole 就是整个呢 这个买卖的行为 叫做redemption 那你买卖行为的里面 有两种 一种呢 就是买来 你一种哈 如果是你今天要去 做redemption的时候 你今天去买奴隶的时候呢 叫agorazole 然后你买来以后 你说 我用了两天 我觉得这个 这个不想 这个 我不需要了 我不需要这个奴隶了 所以他可以把这个奴隶呢 再拿 带回去 这个市场里面 再重新的再卖 这好像今天 你去买了一个 这个Louis Vuitton的包包 或者买了一个 Gucci的袋子 然后你发现到 那个袋子的上面 好紧 我不想要了 虽然有个拉链 你难开 然后那个别人 那个手也难进去 可是我就是不想要了 你怎么样 你可以退回去 所以可以退回去的 这个时候呢 叫agorazole 那如果不能退回去的话呢 就前面加一个ex 所以ax agorazole ax agorazole 就是我今天买来的 这个奴隶以后 我不再退回去了 这个奴隶就跟我在一起了 做我们家一辈子的奴隶 这样子 那还有一个字 叫做apolutrosis apolutrosis是说 我今天买来这个奴隶 不是要给他做奴隶 我要把它放了 我让他free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 里面这个旧书 用的字就是apolutrosis 也就是说 今天我们是因为 耶稣基督的关系 他的宝血 把我们中价赎出来了 赎出来以后 他不但不再把我们 再去把它卖掉 而且他会帮我们set free completely and totally 所以redemption的 definition就是 be setting free totally and completely 完全得自由了 这个叫做redemption 这个叫做救赎 所以在诗篇15章15节 那个时候讲出来说 以后我就不再称你们为仆人了 你不是我的奴隶了 因为仆人不会知道主人做的事情 那神称我们是什么呢 是朋友 ok因为神知道的事情 通通都会告诉我们 这个朋友呢很可爱 就是那个 宫崎骏她有一幅 有一个小说叫 爱上的波妞 那那个英文 翻的就是朋友 然后我旁边很多朋友 那个美国朋友会问我说 为什么这个卡通影片 要翻唱朋友呢 他们都以为这个朋友 是这只小鱼的这个名字 其实朋友我刚刚讲 因为我们中国人 讲那个friend 就是朋友的意思 所以我每次看到这个朋友 都会想到这个爱上的 那个波妞 你如果还没有看过这个朋友的话 可以去那HBO Plus上面看 非常好看 那也有一首歌呢 是那个Philips Craig和Dean Philips Craig和Dean 这个合唱团唱出来 就是I'm a friend of God I'm a friend of God 那种很好听 你可以自己去YouTube上面听 所以你知道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虽然神是我们的神 是我们的宗主 可是他跟我们是一个 是一个父亲的关系之外 他也是我们的朋友 如果什么事情都可以跟他讲 就是毫无忌惮 什么事都可以告诉神 所以这个叫做救赎 所以你知道什么是恩典 什么是救赎 什么是称义呢 Justification 我们刚刚讲过 Justification 最简单的技法就是 Just if I have never seen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因为这个是神的恩典的一个 最高的一个顶点的地方 然后呢 这个称义的这个行为 它是一个 一个正在进行式 是一个continual 你不要以为说 我今天受洗了 我称义了 没有 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每一天 每一秒 即使是在现在这个moment 我们都在被justify 我们都在被神 declare righteousness 所以什么叫做称义 什么是justification呢 它是一个continual declaration of righteousness 一直在 这不停息的 每一分每一秒的 在告诉大家 告诉我自己 我已经被称义了 所以它是一个continual declaration of righteousness 这就是它的定义 OK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第三点呢 就是justification很重要 是它是by grace 神给我们的 但是你也要收才行啊 一个礼物不交样你手里 那UPS送东西来 或是那个 那个Fedex送东西来 丢在门口 你不去拿进来 日积月累 那个包裹也就坏掉了 对不对 所以你要把那个包裹收进来 所以justification is by faith in the Lord only 你必须要把那个 grace的那个礼物收下来 你怎么收呢 靠信心 因为你相信了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在基督教里面 我们通常都不是 都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不是说我要去教会 我要读经 我要祷告 我才能够跟神连在一起 不行的 你要跟神 跟Jesus 要一个很personal的关系 你每天 有没有跟他一起读经 有没有跟他一起祷告 你跟他有没有 有没有对话 你做错事情 他有没有教你 要不然你老觉得 你读了经以后 你就是你知道 然后拽到二五八万的 每天在那边批评这个 批评这个 有我旁边有很多 很多这种同学 包括我自己在内 都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我们在信耶稣基督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是那个圣灵会convict我们 会把我们收回来 就慢慢的 会把我们的行为改进去 你要是没有的话 你只是形式上面 去这个教会一下 你三十年 我跟你打赌 一点都不会有变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雅客书第二章十九节就讲啊 你们信神只有一位 你信得不错 可是你知道吗 那些鬼那些魔 他们都信耶 那些ghost 他们都相信有神的存在 可是他们并没有把神的礼物收下来 他们的行为并没有改变 他们并没有天天跟神有这种 这种切磋琢磨的这个机会 所以呢 没有justification 那以后也就没有天堂 所以要很小心 所以要记得哈 justification 因信称义的这个地方 必须要靠耶稣基督一个人 他的这个整个的作为的上面 所以你如果跟Jesus没有关系的话呢 是很可怕的事情 OK 那第四点就是 justification is for all mankind 我们讲过了 他这个英雄铁是洒出去的 在罗马书第三章22节的时候 他是洒给一切的人 但是呢 这个人必须要相信 记得哈 只要是相信他的人 以后呢 就可以进到天堂去 因为是没有分别的 这些人什么呢 看看这里 这些图形啊 有一些你不喜欢的人 很可惜 他如果真的是 他如果真的是信耶稣的话 他以后也会进天堂 因为justification is for all believers for all mankind 只要这些人能够接受的话 那我自己是觉得 如果你要看这个人的行为 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这个人有没有 心里有没有耶稣基督的话 是很明显的 OK 第五点的话呢 justification comes at an incalculable cost 也就是说 他你知道这个 grace的这个礼物是免费的 但他绝对不cheap 他完全是因为耶稣的宝血 来把我们赎出来了 所以我曾经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耶稣不只挂来十字架上几个小时吗 并没有说三天啊 为什么挂几个小时 就可以这样救了全人类 然后又自古到今救这么多人呢 这个答案其实你要去看 那个圣经上面 你看那revelation13章 第八节的地方讲说 住在地上的人 名字从创世以来 没有被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 都要拜他 拜这个人就是底基督 这以后是在启示录的时候会看到 那你看他这本书 如果说有一个人的名字 他没有被 那个在生命册的上面 那这个人呢 就会去拜这个底基督 然后以后呢 就会跟底基督一国 就不是耶稣 就是不是被predestined的那一群人 那这一本书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写的呢 其实在创世以前 所以你去看英文的话呢 The book of life of the lamb 就是被杀羔羊的那本神明册那一本书 那本书它是在什么时候被记下来的呢 它这一只羊是在 slain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在神在刚刚创世之前的时候 创世的时候 这个羊就已经被杀了 ok看到没有 The book of life of the lamb slain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ok所以也就是说 他不是在这个十字架上 只死了几个小时 这个很奇妙 为什么 因为我们就是刚刚讲过 像玫瑰花车大游戏一样 我们有这种时间空间上面的限制 可是神是没有的 他突破了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 所以呢 那个记得Pastor John Corson就讲过 有一天到天堂去的时候 你有一个人一下就会认出来 为什么 就是耶稣基督 因为他的手上跟脚上 会有那个定格 你可以看得非常的明显 所以神为我们被定在十字架上 这个事情 真的是不是让我们 像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 为什么 因为他的这个punishment 为我们做的 我们犯的每一个错的 那个小小的地方 必须是individually 他都要帮我们还掉 然后你想想看 整个世界 整个world collectively 有多少这个sign 然后以前发生的was 现在发生的ese 以后发生的eternal 所有的sign都要加在他的身上 所以难怪这只 这只被杀的羔羊 是从创世以来就已经被杀了 这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我们要知道grace是free but it's not cheap 神给的那是神的part 是一个grace 那我的part是什么呢 必须要我收才行 我只要一收了 我只要有了那个信仰了 我有那个face了 我believe了 所有的事情都会发生 那曾经很有名的这位作家 Cory Ten Boom 他也是在那个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 那个由集中营 那个纳粹集中营 留下来的人 他的父亲 他的姐姐Bepsy都死掉了 都因为这个集中营里面受不了了 就死掉了 Cory Ten Boom呢 留下来了 以后他搬到了这个加州 他过世的时候 1983年过世的时候 他现在他的墓是在Santa Ana 其实离我们家很近 有空的时候应该去看一看 他讲过一些很有名的话 那其中一个在讲信心 Faith 他说Faith sees the invisible 因为有信心 你就可以看到你看不到的东西 就别人一般看不到的东西 Believes the unbelievable 你会去相信一些 不可思议的事情 不能够相信的事情 And you receive the impossible 然后你拿到的东西 是真的就是不可能发生的 So faith sees the invisible believes the unbelievable and receives the impossible 这个就是信心 你一旦有了这个信心 一旦做出来 I believe这个动作 你把神的这个礼物 Grace收下来之后 你就可以justice 就可以被justification了 那这个Cory Ten Boom这个故事呢 其实非常的动人 Cory Ten Boom呢 他们家里是做钟表的 他是Dutch那里的人 做一个钟表 然后呢 他当时那个 在纳粹党呢 在要杀犹太人的时候呢 他们家就收容了很多犹太人 然后等到那个纳粹 那个盖世太宝要来收的时候呢 他们就躲到Cory Ten Boom的房间去 他爸爸呢 就把他的房间改造了 那现在你今天去的话呢 你可以参观他的房间 他这边打了一个洞 可以让你看 他当时怎么样呢 他把这个房间的墙壁往外移 然后里面做了一个小的空间 所以当那个盖世太宝来的时候呢 他们就从这个下面 这个衣柜的这个下面 钻过去 然后就排得紧紧密密码 听说他藏了十几二十个人 在那个地方 所以全部塞在这个空间里面 然后把这个门关起来 然后这个衣服都放好 所以等到盖世太宝来收的时候呢 就收不出来 那unfortunately到后来的时候 还是被人家告密了 告密了以后呢 他们就全家通通被逮进了集中营 所以他的爸爸是Casper也死掉了 Betsy是在最后 那个二次世界大战 都已经快要打胜的时候 很不幸的 他得好像是TB 然后就在这集中营里面死掉了 那你今天如果去Dutch玩的话呢 去荷兰玩的时候呢 你可以去看一下他们这个旧址 它就是那个Tamboon的Museum里面 你可以看到这些 相当的感人的一个故事 OK 好我们继续下去呢 第六点呢 就是justification呢 它solve了一个divine dilemma 这个我们也都讲了很多次了 我们讲过说 因为神爱众人啊 所以今天做了一个小事情 我觉得好像做错了一件小事情 那没有关系啦 就拍拍头就好了 就过了就好了 可是他没有办法给他自己交代 为什么 因为在约翰一书 跟约翰一书四之八讲 神就是爱 所以他今天过来可以敲敲我们的头 说爱没关系啦 小汪雨你犯了错 我就原谅你了 可是犯了错就是犯了错 你在那个约翰一书一支五节 神就是光啊 既然是光就没有黑暗 既然没有黑暗 做错事情是不能乱原谅的 那你这样的话 你这样原谅了这个事情怎么办呢 你怎么解释呢 那其实他怎么样来 怎么样来justification 怎么样来solve这个dilemma呢 其实我们讲过就是用propatiation 所以神跟我们 耶稣跟我们交换 所以今天呢 神设立 这个是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的地方 神设立了耶稣来做完回忌 propatiation 所以他今天呢 神替我们上十字架 替我们死掉了 我们跟他把那个所有的罪 我们因为相信他 把我们的罪通通放到他身上去了 所以他替我们死了 我们就变成他的义了 所以神设立耶稣做完回忌 凭着耶稣的血 接着人的信 看到没有 你一定要信才行 你要接那个礼物才可以 要显明 然后你接了以后呢 你就会有神的义 显明了神的义 因为他用忍耐的心 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 可是这个罪不是说 随便拍拍头就可以 可以结束掉了 这个必须要耶稣去propatiation 才可以 所以罗马书第三章二十六节的地方 也讲得很清楚 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 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 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你一定要信才行 不信的话呢 这个礼物拿进去不行的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复习 我们从这个Genesis 这样一路念下来 我们可以看到万事起源 我们怎么离开了这个神 然后Exodus是神怎么样来 来这个展开了这个救赎 那当然Moses是一个delivery 然后整个这个工作 redemption的工作 就是要出埃及 Exodus 然后出了埃及以后呢 犹太人这批人 要归耶和华为生 来做这个神的子民 那用的方式 我们讲过是 十灾 templates 对不对 然后以后呢 出了埃及之后呢 会有一个principle 一个总纲 给这个以色列人 就是十戒 然后以后的细节呢 是后面的约书 十戒是在这个 出埃及记二十张 然后约书从二十一节 到二十三张 一直下来 到我们现在的立位记 立位记的地方呢 我们就知道 我们之前这个 颁布了这些律法 跟我们讲说 我们要怎么样 这些犹太人要怎么样 才能够成圣 才能够这个神 可以跟他同在 到了民数记的时候呢 我们会看到 单靠他们自己的力量 是绝对不能够的 然后到了生命记的时候呢 会再一次的把这个律法 再一次的这个叮咛一遍 所以我们这样慢慢读下去 摩西五经念完的时候呢 我相信你整个 Bible那个大纲 就会出来了 好 这个也是一个复习 所以他最早的时候呢 就会有一个 Passover Land 这我们已经讲过了 对不对 那就预表说 一定要有血 所以呢 这个血呢 就那个时候呢 就杀了一只 Passover Land 杀了一只小羊 涂在这个门楣的上面 然后大家呢 就不会死了 然后他们就出了埃及了 然后呢 接着呢 就会设立这种 Sacrificial System 最早的时候 是在出埃及记 二十四张的时候 就有这种Sacrificial System 做出来 可是呢 他要把整个东西 变得非常地 detail 变得一个章程 然后有什么Ritual Priest Purity 通通都做出来的地方呢 是在立位记的时候 也就是说在全部的地方 神在告诉我们一个观念 就是这个血的观念 要交换的观念 血的里面是有 是有生命的 OK 所以第一个 要教我们的观念 第二个呢 我们可以有代替 所以Propitiation 或者是Helestarian 以前的话是动物 但是最后的动物 全部都是预表 是在耶稣的上面 那谁要去执行呢 就是这个Priesthood 所以我们就从这个 出埃及记一路念过来 大家应该都已经知道了 最后就是预表 在这个 这个Passover Lamb 耶稣呢 必须要替我们 挂在十字架上 他是无罪的 他是不知道罪的 但是呢 他今天因为我们 把我们的所有的罪 transfer到他的身上去 所以我们今天 因为这样子 因为性的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 在神的里面 会成为义 可是耶稣这个人呢 他必须要挂在 木头的上面 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 他亲身担当了 我们的罪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 就得以在义上活 因为他受的变伤 我们就得了一致 OK 哈雷路亚 感谢主 这样懂了没有 应该读到这个地方 应该都已经很懂 我们已经讲了好多次了 那 我们会知道说 那这个Propitiation 当年的Propitiation Substitutionary Atonement 有没有Work呢 有Work 为什么有Work呢 因为耶稣复活了 OK 耶稣并没有留在 那个 那个 那个叫什么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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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坟墓的里面 他复活了 他叫 He is risen 那因为他复活了 就像是当年 我们马上就要念到 大概在第十六章开始 我们会念到 Yankapur 我们会看到 每年有一次呢 这个大祭司 会进入到至圣所里面 去 去献 去这个 献这个 就是要洗清 这个人的 一切的罪 然后又会用动物来代替 可是呢 那有没有成功呢 就是这个大祭司 如果活了的话 如果没有犯任何错 他做完这个祭司 他出去说 哦 大家拍拍手 耶 然后就可以唱歌 跳舞 然后有 有庆祝 那我们就知道 他这个 Yankapur 这个成功了 所以呢 如果说 这个复活了 这个祭司 没有死掉的话呢 就表示说 这个Atonement 今年的Atonement 做成功了 所以耶稣为我们 被定在十字架上 我们怎么知道 他这个 这个Atonement 真的做成功了 他真的可以 安抚了神的怒气 他有没有Satisfy的Payment呢 有 最后为什么呢 因为他 我们的大祭司复活了 He is risen OK 那既然是他复活了 所以以后我们的人 就跟着他就可以了 我们就受洗就可以了 所以罗马书六章 三之四节 就是我们要受洗 我们就归入耶稣基督了 所以我们在受洗的时候 跟他同死 同定在十字架上 然后呢 我们在活过来的时候 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身上就会有 神的那个大能 那个能力是多大呢 是可以让耶稣死里复活的 那个能力 现在也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这个就是 Propatiation的道理 或是Holestarian 我跟大家讲过 这个什么东西 你都可以不要背 这个要背起来 就是Propatiation 在Bible的里面呢 新约里面出现了五次 其实也可以记四次啦 随便你怎么记 我自己是记五次的 前三次呢 都是在往 都是翻 中文都是翻晚回记 OK 或是Propatiation 那就是罗马书的第三章25节 然后约翰一书第二章 还有约翰一书第四章 的地方都 都提到了 耶稣是我们的晚回记 晚回记 晚回记 Propatiation Propatiation 希伯来书里面提了很多次 我把希伯来书当作是一本书 当作一个 你可以在第九章第五节 什么第二章第三章 第四章第五章 第九章第十二章 你通通都可以看到这个字 当他在讲Holestarian的时候呢 讲的都是这个诗人宝座 这个Mercy seat 那个英文就是Holestarian OK 所以诗人宝座就是 就是晚回记 那最重要的一个章节 是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 十三节的这个地方 我们讲过 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的时候呢 有两个人去店里祷告 一个是法利赛人 一个是税吏 法利赛人在那边祷告说 哎呀 主耶稣好棒哦 我谢谢你 让我做这个法利赛人哦 你看我都没有像那个 旁边那个税吏那个人一样 他勒索不易兼营啊 然后呢 我每个礼拜 我都进食两次 然后你叫我捐十分之一 我通通都有十一哦 可是那个税吏怎么回事呢 税吏在那边站着的时候呢 非常的害怕 然后他连举目望天 他都不敢 他就垂着胸说 神啊 开恩可怜 我这个罪人 结果哪一个可以得救呢 我们都知道 是税吏可以得救 为什么税吏可以得救呢 因为他很谦卑之外 他的祷告很重要 他说 开恩可怜 我这个人 God Be merciful to me a sinner 这个 Be merciful to 开恩可怜 在原文就是什么 就是propatiation 就是Helestarian 所以Helestarian 是propatiation 挽回记 也是刚刚讲 那个施恩宝座 mercy seat 也是stand between God and sin 他要开恩可怜 这个 Be merciful to 的这个字 所以你看 这五个里面 就是因为神的mercy 神的grace 可以把我们救出去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亚伦 他会默默不语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亚伦 他是可以提出问题 他是可以lament 可是他这样 阻觉一下 他不会去理会 路人是怎么讲的 也不会去理会 我是怎么讲的 虽然我觉得 God is just unfair 可是亚伦 他知道真相了 所以他默默不语 所以我们回到 现在这个正题 这个question Is God fair? 上帝公平吗? Yeah 我们刚刚讲了 上帝 不是 God is not fair but God is just 然后God有宗主性 他没有favorite reason 所以我要不要认命 我就一直跟大家讲 我们今天不是要认命 我们是要认定 我们要认定 我们的神是谁 然后我们跟得很紧的话 我们就不会走错路 OK 所以我们要认定什么东西 我们要认定 God is good God is love God is in control 我们一定要认清楚这一点 因为他是good 所以他不会留下 任何一点好处 不给我们的 这是在诗篇84章 第11篇里面 那既然他是 给我们是好的的话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看起来 好像是不好的东西 其实都是最好的 所以就是在 格林多后书 第4章17到18节的地方说 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 为要我们成就 极重无比 永远的荣耀 原来我们不是 顾念所见的 乃是顾念所不见的 因为所见的是战时的 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所以看起来 我们现在好像在受苦 我们好像 这个得了乳癌了 这个得了心脏病了 好像很不公平 或者得了那个 Parkinson disease 其实这种苦跟 未来比起来 是至战至轻的 我们就是因为 受了这些苦 我们会跟神 更加亲近 然后我们会 develop出来以前 完全没有的character 我会变得 非常的有耐心 我会变得 非常的有爱心 然后呢 我以后可以 被神大大的使用 所以战时的苦楚 为了是要成就 以后永远的荣耀 我们的信心会更坚强 我们的走的路子 会更加的这个稳健 所以呢 看起来是不好的事情 其实通通都是 化了妆的祝福 所以也就是说 那怎么办呢 那就是说 我现在必须要 非常安静的等 因为在等待的这个时候呢 我就会有character 所以在 雅各书第五章 第七节 到第十六节的地方 说在等的时候 他说弟兄们 你们要忍耐 直到主来看啊 农夫忍耐 等候地理宝贵的出产 直到得了秋雨春雨 你们也当忍耐 兼顾你们的心 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 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哦 要把那个先前奉 主民说话的众先知 当作能受苦 能忍耐的榜样 不可启示 有受苦的就祷告 就该祷告 有喜乐的就该歌颂 彼此认罪 彼此待求 所以你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在讲 讲说我们在走一些 有时候你真的在上班的时候 觉得烦都烦死了 就对了 可是在这种时候呢 就不要抱怨 然后呢 这个众先知说的话呢 也就是要去bible study 好好的bible study 不要乱启示 然后呢 要好好的祷告 好好的worship 好好的歌颂 然后呢 如果有错的话呢 就认罪 彼此代求 其实就是读经祷告 然后灵修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你讲起来很简单 那个事情做起来很简单 就是要花点功夫去做 所以要be patient 要wait 慢慢的那个character 就会出来了 然后呢 你如果在等待的 这个过程当中 你如果能够知道 为什么一些事情 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呢 都是为了我们的好 我们这个以前讲过 Pasar Rick 跟我们综合的非常好 他说 有的时候呢 是因为我们做错了 所以要改我们 所以要correction 有的时候呢 我们没有做错 我们做得很好 可是他让我们做得更好 所以要让我们更完美 会让我们perfection 有的时候是为了保护我们 是protection 有的时候是为了要inspect我们 看我们自己的内心 是不是在85度C 买了一个咖啡 然后盖子没有盖 前面一个死小孩跑出来 帮一下你刹车 咖啡弄一地 那你当初就把那盖子盖好 不就好了吗 所以要你inspect 有的时候是你茫茫的那种 毛沙沙 那种乌七妈黑的路 你都搞不清楚 怎么一回事的时候 他给你一个direction 他给你一个指示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有时候不是为了我们自己 为了别人 有时候你的受苦 是为了给别人看的 就要做一个见证 所以sell bag我们整理得很清楚 你如果在受什么苦难的时候 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了 你可以回去复习一下 那basically就是 大概你数一数手指头 大概就是这六个目的 correction perfection protection inspection direction witness 所以either改你 either让你更完美 要不然就保护你 要不然让你回去查查 自己的内心 要不然就给你一个方向去走 要不然你是为了别人 为了见证 ok 所以我们继续念到这个 立位记第十章 四到五节的地方 这个时候呢 这个两个小孩已经死掉了 所以这个时候摩西呢 就招了亚伦的淑妇 乌靴的儿子 米莎丽 还有伊丽莎凡来 对他们说上前来 把你们的亲属从圣所前 抬到这个营外 于是二人上前来 把他们穿着袍子 抬到营外 是照摩西所吩咐的 所以这个人虽然死了 但是这个尸体呢 还是要处理一下 那这个米丽莎 乌靴伊丽莎凡是什么人呢 我们就回到 我们当初最早的这个图 我们知道立位呢 生了三个孩子 那个Gershon 然后Kohas 还有Marie Kohas生了两个 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小孩 就是这个Emron Emron生了这个亚伦和摩西 Emron娶的是小姑姑 杰西别 约西别 Jokobad 是立位的女儿 所以是暗兰的小姑姑 他娶了她以后呢 生了两个很重要的儿子 就是亚伦 亚伦以后就是 就是这个什么 这个 这个祭司 然后摩西 就是带大家出摩西的这个地方 可是他除了 Kohas除了生了暗兰这个儿子之外呢 他还生了这个两个很重要的儿子 一个是Ishar 我们上次讲过 Ishar生了小孩 就是可拉 后来不是那个地裂开 才通过掉到地里面去了吗 Kohas 然后那个Kohas剩下来的这一只呢 以后呢会出撒摩尔 这是我们以前都讲过了哈 但Kohas除了有Emron这个小孩 有这个Ishar这个小孩之外 他还有一个小孩叫Uziel 这个是在出埃及记 第六章二十二节的地方可以看到 在讲那个家谱的时候 就会讲到这个乌靴 所以这个Kohas呢 还有另外一个小孩是Uziel 乌靴 然后乌靴又有三个小孩 米沙利 Mishael 还有那个Elza Fong 还有这个Zithri 这三个小孩 所以今天就要这前两个 米沙利呢 跟伊丽莎凡呢 来替这个Nadab 和Abihu来收拾 所以你可以看到哈 亚伦如果是在这个地方的话 亚伦等于是跟他们是Cousins 对不对 所以因为这个乌靴跟安兰 是相同的辈分嘛 所以乌靴是亚伦的叔叔 然后他的小孩就是 所以这个亚伦等于是 叫他的Cousins过来说 你帮我的孩子来收拾 那就有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要找一个外人呢 也不是讲外人啊 在他们自己人来讲 是很亲的亲戚 可是为什么不找他们自己 这个亚伦这一支的人 他不是还有两个儿子吗 为什么不能找那两个儿子 反而要去找那个Cousins 自己的Cousins来收 替自己的儿子收拾呢 那这个原因 非常简单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 他们已经被concentrated了 记不记得 他们这个是 在第十章的地方 第九章已经所有人都成圣了 所以亚伦的儿子 Nadab和Abihu死掉了 虽然还有Elyazer和Ithamar 可是这两个儿子呢 已经成圣了 所以成圣以后 是不能碰死尸的 所以才会去找一个亲戚 过来这个抬尸体 OK 好我们接着看那个 利未记第十章 第六节到第七节 这个地方 就讲到 Morning is prohibited 就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为这个死人哀伤 所以摩西对亚伦 和他的儿子 以利亚瑟 以他玛说 不可以蓬头散发 也不可以撕裂衣裳 免得你们死亡 又免得耶和华 向会众发怒 只要你们的弟兄 以色列全家 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 你们也不可出 会幕的门 恐怕你们死亡 因为耶和华的膏油 在你们的身上 他们就照摩西的化心了 所以不可以蓬头散发 不可以撕裂衣裳 不可以哀哭 不可以出门 这些事情通通都不可以做 为什么呢 因为做了以后 很可能就是在 在讲说 这神是不是不公平 是不是做错了 做错了 那个什么事情 你可以隐瞒 就是刚刚才新上任的大祭司 现在出来在跟神公然的挑战 所以是不可以的 所以呢 为什么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二个就是 因为耶和华的膏油 已经让这些其他人通的成圣 成圣以后就不能够去摩死尸 那包括这个仪式在里面 这个Morning是属于这个仪式的里面 你不觉得这个处罚很重 那当年他们不是 才不久以前 他们不是有弄那个 那个金牛犊 金牛犊那时候 怎么Aaron都没有被judge到呢 那很简单 为什么 因为在做金牛犊的时候 亚伦还没有成圣 所以成圣了以后 他的责任会比较大 他的责任大 他的accountability就比较多 所以他一旦成圣以后 过了这个立位记第九章以后 他的责任就很大 那接下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责任 一个问题了 就我曾经问过 很多人也都问过就是 那我们呢 我们基督徒呢 我们不是也是那个 这个有君尊的祭司吗 那是不是表示说 我们家里死人了 都不可以哭呢 那Bible是怎么样 对这个Morning 有怎么样的一个指示呢 你知道Morning呢 为什么会哭 就是因为在活着的 就是活着的人 比方说今天是家里死了一个人 如果死掉的这个人 我就再也看不到他了 如果他是基督徒的话 以后我们到天上 还可以再相见 但是你知道 地上的这段人间 我还是要过去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以前跟他有的那种 那种很快活的时光在一起 以后都看不到了 所以这种value就被拿走了 所以当然会伤心 对不对 真的是会伤心 所以Morning呢 只是表示说 今天你家里有了伤势 你为什么会这么难过 这么deep的grief呢 很简单 因为我们是human 那既然Christian也是human 那我们当然应该要morn啦 如果我们今天有死人的话 如果不morn的话呢 怎么可能呢 那不是就不是人了嘛 不是个东西了 而且在morn的时候 我们会跟神的心很相似 尤其是在这个 我们可以用这个天国八福来看到 天国八福在马太福音第五章 三到四节的时候 讲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接着第二福就是在讲爱痛的人有福了 Blessed are those who mourn for they will be comforted 因为他们会得到安慰 那接着就是这个天国八福 我们今天就不讲了 因为比较没有时间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这个问题是 What about us can we mourn 那如果我们可以morn的话 How do we mourn 那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结束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下一次继续会讨论这个问题 OK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回见 晚安 原因是我们下回见 这些词 那边